5月23日 大S率先发声 坚决否认孩子被退学 并请求张兰停止不识言论 随后 王小飞也回到直播间 与大S口径一致 曾经孩子只是转学了 而非退学 他强调 孩子在新学校适应的很好 并且自己对此事也有所参与 因为孩子是双方的 双方都会全力支持 王小飞在直播中反思 可能他们在孩子教育上有所疏忽 但孩子是无辜的 不应受到无端指责 他多次强调 孩子并非被退学 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同时 他也表示理解大S作为母亲的苦心 希望大家不要过多评价 网友纷纷猜测 这次转学是否与双方的舆论风多有关 不过既然两位当事人都表示 孩子在新学校过得很开心 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不受外界纷扰 至于双方是否真的因此是有过沟通 我们无从得知 但希望他们能以孩子的利益为重 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对此 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